好几个秋台吗 台风重上了台八线 造成通往谷关的道路都中断了 不过现在都已经全数抢通 不少民众把谷关跟离山画上等号 所以温泉业者现在很难过 因为根本都没有游客要上门 业者怎么办呢 你看到就一早扛着这个大谷 走下了大甲溪的河床来击鼓 就是希望能够祈求山河安定 摆脱灾区的阴影 扛起重达好几公斤的大谷 一步步走下大甲溪河床 不过边下时间还得边打鼓 实在很不容易 过了时间还要穿越 一百公尺长的碎石路 才能到达河床击鼓 来祈求山河安定 六位鼓手打完这手气势 蓬勃了龙王鼓阵 大伙还要徒步缩西 到另一头的沙岸上 扛着大谷脚下踩的就是 湍急的大甲溪流 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被吸水冲走 在过的过程当中就是非常忐忑 这样子 怕死掉下去 对啊对啊 因为那个也不好控制 那水又那么穿急 会这么拼命用苦行行早的方式 向大自然传达敬意 因为接连几次的台风 造成了台八线通往谷关的道路中断 不少人把庐山和谷关划上等号 温存业者自立救济 希望能够摆脱灾区这两个字的阴影 中文新闻 黄梦珍方品文 A3G小组 台中采访报导